从249名高中生中脱颖而出的代表6位高中生 结果市长谢国良赠送的小礼物 象征要加入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Royal Academy课程 孩子们分享要加入的自我期许 并期望透过课程充实自我 因为我从小就在学习程式 所以我希望这次或许能在这个课程里面学到更多的知识 大学会想要往自贡系选 所以想要再增进一下关于以后 AI会是大热门 然后想要增进自己的能力 新科立委林沛祥也来参与记者会 指出会力挺国际合作的教育计划 让基隆更好 针对你们会有些新的想法 甚至来帮助我们基隆 在于不管是无人驾驶还是说大数据 甚至交通分析 科技来自于人性 总是要有人去试试看说 把这个AI把这个新的技术带进来我们现有的市政 还是我们整个国家建设里面 就是要让基隆更好 国家更强 市长谢国良分享 去年9月休假 造访美国西岸 拜访伯克莱电脑计算学院 附设的实验室 看见现在美国大学 为了要提早吸引比较好的高中生 会向下延伸开发课程 这次与伯克莱分校合作开办的课程 是透过拍访城市设计及演算法 让学生认识自动驾驶产业 我相信跟UC Berkeley顺利合作之后 我相信一定可以在今年度 继续开出更多的合作案 让这些基隆的顶尖高中生 可以接受到好的国际教育 这是鼓励基隆的优秀学生在地就学 让基隆高中生接受好的国际教育 未来会继续推动更多的国际教育合作案 让基隆学子都能从基隆出发 放眼全世界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